文章来源 原神觉 今天看到黄岐帆关于房价今年若下跌30% 政府一定会救世的理性必然推论 这两年世界通胀 我们通缩 全球股市上涨 我们下跌的反常经济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似乎已经浮出水面 只是黄岐帆这个讲话 看得我头皮发麻 后背发凉 他说 今年房价如果再跌30% 加上前面这一两年 有的已经跌了10% 20% 加起来就已经是40% 50% 那么这个时候政府出手就是 正好趁这个机会扎心了 老铁把库存商品房买过来 一个城市用5万亿元把这些商品房买下来 然后囤在手里用来作为保障房和连租房发放 保障房占有率就可以一举超过20% 等他5年10年 这些房子的价值又升上去了 政府这样就是 不但不会亏钱 还不用政府再出钱去建保障房和连租房 就解决了很多人才的保障房和连租房问题 他还特别强调 不存在道德问题 他说 这样做的结果是 解决了保障房问题 救了房地产市场 化解了固剩房屋 解救了房地产企业和银行 平衡了社会债务 一举多得 以后社会就逐步向好了 是理性的逻辑 一定会发生 这差不多已经是面面俱倒 买房的老百姓呢 他也有考虑到 一般首付是30% 最近交了几年 可能也就是40% 那房价跌40% 50%之后 政府出手就是 老百姓刚好也还没亏钱 只是坐了一丝电梯 要么有钱自己继续以高价扛着 多给银行还贷 要么直接不要了 转手卖给公价 拿回本金 以后住联租房或者保障房 好算盘 他这个思维逻辑的目标管理追求 是房价回到2015年 开启去库存时的水平 那一轮开启去库存之后 房价翻了一倍 任泽平津津乐道的预判之一 就是在开启去库存的时候 提出一线城市 房价再翻一倍 结果跟他说 A股上证5000点 不是梦一样 都变成只猜对了开头 没想到结尾 全都要在日记里还回去 按照黄岐帆的理性必然逻辑 等于是当时为了去库存 推动价格上涨促销 现在又把价格做回去 让政府买回去 拿来做保障房 价格做回来的办法 也很简单 货币政策偏紧 房贷收紧 社会流通资金 接近通缩 然后出现大量断供法拍 法拍达到一定数量 就实现以小博大 把房价拉低的效果 他这么一说 很多反常的经济现象的逻辑 一下全都通了 只是这是什么理性逻辑 如果是这样解决过剩问题 为什么不在2015年 就直接由政府出手购买那些房子 这样折腾一圈 对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意义是什么 好玩 是当时没想明白 现在才回过未来 要重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的是黄岐帆说的好事吗 别人的保障房占有率 是一点一点的加上去的 他这是想要压苗助长 强行一口吃成胖子 房价拦腰斩下去 股市下去 用5至10年来恢复 地产经济回到2015年的水平 那种局面下 真的会有人去住那些保障房吗 住保障房的目的是什么 那不是为了搞经济建设 挣更多钱吗 难不成还是为了住一个免费 或者低成本房子 在城市里享乐 如果是这样的话 把那些鬼城烂尾楼收上来 农村那些空房子买下来 住多少人不够 房市这个社会最大的经济蛋糕 被你拦腰切掉 蛋糕大幅萎缩 经济萧条 买不起房的人住保障房 已经失去主要意义 原来买房的人 切换成住保障房和连租房 蛋糕用5至10年来恢复起来 恢复回来的蛋糕 归就是买入的政府 然后有房的没房了 都变成住公租房的 这就实现了公平和共富了吗 这明明是贡穷 虽然如果政府通过 黄积帆的理性逻辑就是 然后等待5至10年 房市蛋糕恢复 确实能赚一笔 但这是与民争利 只是分了一笔社会经济 在5年前就有的蛋糕 并没有为社会创造和做大蛋糕 这就是黄积帆的理性逻辑下的管理和就是吗 这不就是窝里兜的逻辑 政府理性逻辑下的管理和就是 应该是 去创造增量蛋糕 保障好社会生存基本需求 鼓励竞争 鼓励优秀 激活整体创造力 而不是去压平压扁 全部都回到某种起跑线 那样失去竞争活力 失去创造动力 共富没实现 共穷又来了 黄积帆的房地产就是理性逻辑 真的是看得让人头皮发麻 夹后背发凉 看看观众的评论 感觉普通大众 现在都比黄积帆的思路清晰 不知道他这两年是怎么了 说话越来越奇怪 很多人说他说话越来越不接底气 我是感觉好像是越来越脱离实际和真相 他还要特别强调 是理性的逻辑 不存在违背道德 真正的理性逻辑和道德 是去寻找和创造增量蛋糕 保障好基础的同时鼓励优秀 就像他当年做的一样 披了蚂蚁金服的牌照 虽然后来这个像高利贷性质 但起码从短时间来看 确实是创造了增量蛋糕 至于后来的可持续性问题 和高利贷剥削性问题 那只是进一步配套监管问题 并不是一开始的出发点有错 做增量蛋糕保障基础和奖励优秀 才是一切管理的根本智慧 道德逻辑和理性 但愿黄其帆的这种离谱的理性逻辑 不会成为主流 不会误导更多人 如果已经成为主流 希望可以及时调整 要不然按他的意思 房地产就变成五至十年 在原地踏步 同时还完成一次一半的蛋糕转移 如果更多的人陷入贫穷 富了政府又有什么意义 皮质不存 毛浆淹富 穷人不直接浇水 如果政府富有 就是为了踩一批已经好一些的人 去养更多穷人 那最后政府也变穷 那不就又全都在很大程度上反贫了 不管怎么看 我怎么都感觉 黄其帆的思路和逻辑 都是非常危险 混乱 脱离实际和倒退的 而不是真正的理性的 但是他的讲法 能解释这些年很多反常的经济现象 这才是让人头皮发麻和后背发凉的地方 早先很多人都在担心 房地产早晚会被割韭菜 但是实际一直没有发生 而是越涨越好 当然 那样下去 谁都知道早晚会出问题 但是思考迎接和面对问题的时候 能不能去想 通过更大的发展和创造 逐步承接和消化这个问题 而不是用股市的思路 毕竟这个牵连的面 不是一般的广泛 多培育和发展一些新经济 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哪怕是送外卖和快递 讨滴滴 不也在很大程度上 替代搬砖和打螺丝 为什么不多朝这种创造增量蛋糕 哪怕是短期的增量蛋糕去想 盯着一个存量 从根本上去翻一遍 真的会是好事吗 先富代后富 不是直接瓜分存量资产 而是持续做大增量资产 让社会可分配蛋糕越来越多 按照黄奇帆的旧事思路 不但是一种存量资产瓜分 还会耽搁五至十年 重要发展机遇期 那样的话 说不定印度跟我们的差距 都已经剩下三分之一 多去想想增量蛋糕在哪里 然后怎么奖励优秀和保障基础吧 这才是真正的理性逻辑和道德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理性逻辑 就要超过了 好多了 找到平安的东西